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一开始地震的时候还只是小小的晃了一下 原本想说应该没问题的同时 整个房屋便开始左右的剧烈晃动 当想要逃跑的时候却已经太晚了 房里的天室被摇得快倒了一半 书桌上的教科书也全被晃到地上 我家楼下的电器倒得倒掉得掉 地板全被冰箱里掉出来的食物残渣弄得一团乱 玻璃碗盘也全碎了一地 还好家人全部平安无事 真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地震真的太可怕了 虽然日本处于地震的平凡带 但是夜里睡得安稳之时 这突如其来的大地震可还真会让人下得胆战心惊 而地震后 除了再后的重建及复原工作之外 天气的事好事坏也将扮演着重要的影响关键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看看7月25日星期五全日本的天气 首先是西日本地区 西日本的天气和前些天没有太大的改变 富冈的空气已久又时又年 是个闷热的枯下 而高枝也是热的不能再热了 只不过出门的朋友要注意午后的突发性降雨 大阪在白丁的气温还有可能达到35度 看来可要比平常更多摄取一些水分以免中暑才行 接下来是东日本地区 东日本要注意会有较强的雷雨 明谷屋的各地气温也会超过35度 将会持续炎热的天气状况 外出运动的朋友们可要小心中暑 东京 从午后开始天气会有突然的转变 傍晚左右还会有下雷雨的可能 金泽等北陆一带 还会有带来雨水的封面通过 因此一整天时时都要注意会有不小的雨势 最后是北日本地区 北日本的地震区域则要注意地质灾害 仙台到中午左右都会持续容易降雨的天气 圣钢虽然不用担心会有降雨 但前些天的豪雨冲刷再加上昨天夜里的强症 可是非常容易就会有土石流等灾害发生 提醒大家要多加戒备 张黄的天气则会慢慢恢复 明天还有机会能够在云间看到一丝阳光的露脸 礼拜五的西日本依旧维持剩下般的炎热 30度以上的高温还将持续下去 另一方面 东日本由于前线慢慢靠近的关系 因此天空的云层不但会增多 还要注意会有不小的雷雨 东北地区的天气也是阴阴沉沉的 在这里还要再次提醒大家 对于松洞的土石可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祝您有个好梦 おやすみなさ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